那么到今天40年过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西藏办寄宿制学校 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办学的方式 近来西方媒体宣称 中国通过寄宿学校 在文化宗教和语言上同化藏族人民 影响了约100万藏族儿童 并恶意抹黑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寄宿制学校 8月14号至16号 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扎洛 在会上对中心社记者说 西藏的寄宿制学校 真正解决了适龄儿童就学的问题 第一就是我们西藏的居民 居住是非常分散的 这个牧民居住离乡政府 远的可以达到150公里 所以说这个 这种分散的居住条件 使得这个居民 往返学校的这个路程 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第二个呢 因为西藏这个多山的 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 我们都知道西藏南部 是喜马拉雅山区 东部是横断山区 这些高山峡谷啊 这个交通是非常的困难的 在这种地方呢 如果频繁的这个 往返家庭与学校啊 会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不确定因素 或者说学生有很大的这种 安全上的隐患 改革开放之前 西藏曾经实行 就近办学政策 但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教学质量存在较大问题 我们在这个7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我们在西藏啊 总共办了有 6000多所学校 西藏啊 总共就5000多个村子 加上城里的 我们当时办了 6000多个学校 但是呢 因为教学质量 这个不理想 所以我们当时啊 能够深入到这个 中学的 中学的入学率啊 大概不足10% 改革开放后 西藏开始实行 寄宿制办学 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 教学质量有了质的飞跃 事实上 实行的寄宿制 也是基于 灵活自愿的原则 第一 就是说 他还是坚持一个 自愿的原则 这个 有的学生呢 这个 离学校比较近 那么你就可以走度 有的学生呢 离学校很远 那么上学不方便 那你就可以这个 寄宿 第二个呢 我们西藏的这个 寄宿制的学校里头呢 绝大多数学生呢 都享受三包政策 三包就是这个 包吃包住 报学费 第三一个呢 就是 我们发现在西藏的 寄宿制学校啊 这个非常重视 关于民族文化的 这个传承和学习 扎洛说 西方媒体炮制的 所谓寄宿制学生 在学习民族文化等方面 有缺失 是毫无道理的 主要是增加了 有关这个民族文化的 一些文体活动 我们看到这个 像今年我们去的 纳曲的这个所县 他的中学就办的 有15个 这样的那个课外班 比如说这个 藏文的书法 藏文的演讲 以及这个藏族歌曲的 这个学习 民族歌曲的学习 大家现在非常熟知的 就是西藏所有学校的 课间操都是非常有特点的 基本上都是以传统的 藏族歌舞来替代了 我们过去传统的 广播体操 寄宿制给西藏教育的 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同等的教学条件下 成长起来 那么这些农村孩子 他所接受的教育水平 和成立孩子是同样的 我想这个是一种 最大的一种公平 也可以说是改善西藏民生 我认为是这个 这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举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